台車場攤商各種商品擺上桌 顧客上門訂閱詳細介紹 保暖商品的使用方法 不料講沒幾句話 碰好大一聲 電暖熱水袋突然發生爆炸 炸開瞬間熱水噴漸出來 冒出陣陣熱氣 不只迫起到對面攤商 還有民眾剛好經過 都被嚇壞 放聲尖叫 前面有個女客 她直接被那個水花煎倒 那是很多人 當然一定會嚇到 她是操作不對 因為可能是新來的 施發在新白石板橋 不得街菜市場 2月1號早上10點多 春節前一週 雨灘上向客人介紹 加熱型的電暖熱水袋 沒想到一次在加熱過程中 熱水袋突然加速膨脹 不到一秒鐘就爆炸 回到施發現場 由於攤位屬於流動性 恰巧沒出來擺攤 但意外已經造成附近民眾 人心惶惶 熱水袋的溫度過高 原來的水蒸發變成水蒸氣 水油液態變成氣態的情況下 體積會急劇增加3000倍 產生極為強大的壓力 那就要把這個熱水袋撐破 人碰到的話就會灼傷 物理老師演判 因為商品溫度控制器異常 導致發生意外 這可依法向業者求償 小保管也提醒消費者 購買電熱水袋商品得注意 必須通過安全檢驗 要有標章 花錢買商品才能買得心安 記者姚立場 多一篇新北市報道 愛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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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她